Hello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记得点一下一个订阅按钮 那这样你就能随时知道小鱼的最新视频 今天的小鱼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如何利用两个AI工具 制作一个高质量的短视频 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制作一部好的视频 真的不容易 你得花时间想剧本 找素材 还要剪辑 那有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很努力了 但做出来的视频效果也不太好 但是现在有了这两个AI工具的帮忙 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 那今天会使用到的两个工具 一个就是一个恰的GPT 另外一个是一个AI一帧秒创 那首先我们来聊聊恰的GPT 那么这个恰的GPT 它就像我们的贴身助理一样 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生活上 工作上的一些难题 那么它可以帮助你构思和写视频剧本 而你只需要告诉它一些关键词或者主题 那它就会自动的帮你生成相关的内容 这样你不仅节约时间 还能得到新的灵感 如果是这里的新手朋友们 还没有注册一个恰的GPT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小鱼儿的往期教程 有一个GPT的一个介绍和注册 那也可以通过谷歌 搜索一个OpenAI 那么打开第一个链接 这里呢点击进入一个恰的GPT界面 它就会带你来到GPT 那么这里你需要登录一下 那这里呢小鱼儿选择的是一个GPT4的版本 那如果说你没有GPT4 那GP3.5呢那也是可以的 那也可以跟着小鱼儿一起来操作 那这里如果说还没有账号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描述栏一个成品账号购买 跟着小鱼儿一起实操 那如果说你是GPT4建议大家建一个GPTS 如何建GPTS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小鱼儿的这期视频 GPTS的一个创建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MyGPTS 那小鱼儿这已经创建好了 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点这个 那我在这边呢直接输入我的一个内容 再来我直接发送我的要求 我的提示语是这样的 假如你现在是一名视频制作专家 你非常明白视频流量密码 知道视频的制作规则 而且知道如何生成性 眼球的标题和口语化的竹子稿 接下来呢 我需要你按照我给的提示 与生成对应的内容 写一份竹子稿 那么内容是 关于科技未来的未解之谜 要满足以下要求500字以内 整篇竹子稿呢 要通俗易懂 并且呢要非常口语化 这儿呢 我就直接发送给它 那如果说你没有GPTS 没有关系 你有GPT3.5 同样你也可以在这里来 把这个提示语发给它 那可以看到GPTS 它正在快速的帮我生成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个量子计算 还有一个人工智能 我感觉它不是非常的口语化 我让它再修改一下 让它再口语化一点 那可以看到 有AI工具的一个帮忙 我们真的非常的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给两个提示 关键次 它好像把内容给我简短了 我这里再提出一点要求 使用GPT的话 就有任何不满意的 你可以及时让它可以调整 未来的科技五大谜题 真的 它连名称都帮我们起好了 那这一篇就已经非常的口语化了 而且内容比较丰富 那接下来呢 我就让它帮我生成五个吸引人眼球的一个标题 多一个选择 那我们可以从中 那么多几个的话 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更加吸引眼球的 那可以看到 未来科技大揭秘 五大密题 震撼 预测 科技极限探索 AI的未来 寻找宇宙生命 时间旅行可能成真 那这些标题呢 其实都非常的有创意 如果是小鱼写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都写不出来 那么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 不仅如此呢 下的GPT呢 它还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视频脚本 画面 还有一些建议等等 比如说我现在呢 复制一下这个脚本 那在这个下面呢 让它帮我生成对应的一个视频脚本 那我直接发送给它 那可以看到它又开始工作了 它会帮我们生成 你看这里包括一个开场动画音乐 镜头切换 主持人应该怎样 还有笑容 那么每一个镜头该出现什么画面呢 它这里都有详细给我们讲解 这个工作能力真的让人太吃惊了 那可以看到一个开场画面呢 还有一些过渡画面 包括还有一些内容应该插什么图 以及片尾呢 应该用什么音乐结束 都给了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 那这个呢 是GPT在制作视频中啊 能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当然呢 它还有更多的创作思路 可以等待我们去挖掘 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 恰了GPT 那不得不说呢 你只有真正用了它了 你才会知道啊 它的一个制作视频方面的 一个无限潜力 以及它如何快速的提高 我们的一个制作效率 这里呢 GPT的一个工作 基本上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讲解的 就是另外一款AI工具 一帧秒创 这个工具呢 它可以根据我们的剧本呢 自动选择和编辑视频素材 那可以让我们可以轻松的制作一个 有质量的短视频 那有了这个工具呢 你就不需要再为了一个剪辑视频而头痛 那一帧秒创呢 它能自动的为你的视频呢 添加一些背景音乐和特效 让你的视频看起来非常的有趣 更吸引人 那接下来呢 小鱼就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这里可以直接打开一个谷歌啊 在这里搜索一帧秒创 那可以看到呢 跳出来的第一个页面呢 它就我们要寻找的这个一帧秒创 我们直接点击进来 那么这个一帧秒创可以看到啊 它全都是中文啊 非常适合我们的国内小伙伴们做视频使用 它非常的友好 你不用担心你看不懂英文 那在这里面呢 都是非常亲切的一个中文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 立即创作 那么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进入工作台 就可以看到啊 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那这个工具呢 它也很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啊 因为它使用起来是超级的简单啊 只需要跟着它的步骤去 一步一步往下实操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进来的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一帧秒创的工作界面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一个首页 那这里呢 我的草稿 我的作品 我的素材 我的文稿 那再往下面呢 就是一些啊 这里还可以AI作画 啊 同样你可以给它一个画面描述啊 这里有一个风格的选择 那还有一个AI视频 那同样你可以提供一个提示语呢 它就能帮你生成一个视频 那再往下 那这里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这个呢 那这个呢 把你的文本输入进去呢 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语音 那这儿还有一个AI帮写 啊 AI它可以帮你写一些文案 看到没有 一些家装短视频脚本 图书短视频脚本 母音短视频脚本 等等 这下面很多 它都可以帮你写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更多工具 啊 这里面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使用到的呢 就是这个AI视频 我们直接点这个AI视频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这个首页 那可以看到首页这里呢 智能创作工具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文字转视频 链接转视频 AI作画 AI视频 文字转语音 那这儿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文案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文字转视频 啊 图文转视频 那这里转视频呢 它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文案输入 一种是文章链接输入 那还有一个是导入 那我们点一个文案输入 在这上面呢 我们先输入一个标题 我们看一下刚才它 给我们起的一个标题 我们就选这个 啊 复制连贴一下 把标题连贴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一个故事给它粘贴进来 正文粘贴进来 直接连贴 那可以看到 在往下这里呢 有一个AI帮写 那这里有一个帮写 还有一个 它还可以给你改写 那还可以续写 啊 还可以进行一个润色 再下面就是一个匹配范围 啊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它的一个在线素材 啊 私有素材 这个私有素材呢 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素材 那这个还有一个行业素材 我们点开看一下 行业素材呢 这里面呢 种类很多啊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科普 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科技的 那再往下呢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视频的比例 那你看你是要做什么视频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抖音或者快手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个9比16 那么你要做一个YouTube视频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16比9啊 或者说一个Source短视频 也是一个9比16 接下来点击下一步 可以看到文章 这里呢 它已经帮我们分好一个段落 可以看到 而且它也自动帮我们分到了一个科普 这一期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下一步 那正在进行一个语意分析 匹配一些素材等等 正在给这个文章配音 正在进行文章配音 正在生成字幕 挺快的 我话还没说完 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到 那这里呢 可以看到 在最左边 这是它给我们配的一个画面 那中间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文本 可以看到 这边呢 就是一个视频 这不满意呢 你还可以替换一个素材 嘿 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那么这里素材选好了之后呢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使用 嘿 大家好啊 欢迎来 那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要替换素材 那么你就点击这一个替换 这里面呢 有各种的一个素材 可以供我们选择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素材 我们选择一个呢 大家好啊 欢迎使用 嘿 大家好啊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插入 你可以插入一个文本 也可以插入一个素材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你想再多添加一个文本呢 就点这个 那接下来呢 这里是一个更多啊 比如说一个语音的调整 我们点开看一下 语音调整 比如说你中间要停顿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往后一点 你甚至还可以删除这个素材啊 可以把这个素材删除 那可以看到这个上面也有一个插入文本和素材啊 这里每一个呢 如果说你的文本不满意 你都可以选择一个插入 那么你的文本如果说需要添加了 那这里呢 每一个都有啊 都可以选择一个插入文本 插入素材 如果你觉得这个画面它显示太久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点击一个插入素材 点击使用 那这边素材呢 你可以选择更换啊 也可以选择插入 完了之后呢 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语音播报源 我们点这个按钮 那这儿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声音啊 声音克隆 那你要语气呢 要什么风格呢 可以看到有亲切的 阳光的 严肃的 很稳的 这里呢 你讲解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科普 我们得选个科普 那你还可以选择一个语言语种啊 比如说天津画 河南画 陕西画 这些都有 我们可以就选择一个正宗的普通画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免费或者付费的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男生或者女生 选完之后呢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音乐 我们还可以选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上面 有欢快的搞笑的大笑啊 这里可以先选好一个风格 那再来进行一个试听 那如果这里面你觉得都不太满意了 你还可以选择一个本地上传你自己的一个音乐 在选择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生成视频 那这里呢 我们就选择一个普通会员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一个视频的标题有了 还可以上传一个视频的封面 这里你可以选择自己制作一个封面图 那也可以编辑一个封面 在这里我们进行一个编辑 那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刚才的标题 给它输入到这里来 那我们找到刚才的这个视频标题 粘贴上 直接粘贴到这里面 那这下面你可以对这个文字呢 进行编辑啊 可以看到这里来 你可以让这个字体变得更粗 或者更细 可以点这个 或者说你让它斜着倒着啊 都可以 那这个呢 需不需要给它添加一个横线 这个就是一个文字的颜色 你自己可以把它变成不同的颜色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显眼的颜色 选择好之后呢 这里直接选一个确定 在这个前面呢 你还可以选择一个字体啊 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字体啊 这下面有很多字体可以选择 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这里点击一个确认 我们点击真诚视频 那可以看到合成任务提交成功啊 即将自动跳转 那这里可以看到 它已经在我的作品里面了啊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来找啊 任务开始啊 正在和一个素材 和平和素材呢 还要添加一个字幕软码完成 那我们的视频就完成了 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 去喝口茶 OK啦 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呢 已经制作完成了 那这个视频的时间呢 是1分50秒啊 那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下载视频 也可以选择生成链接啊 这呢 你可以下载封面或者复制标题啊 不喜欢你也可以把它删除 我们先把它视频下载下来 啊 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今天我们有个超级有趣的话题 那看看效果还不错吧 我们再看一点 太轻松 但是样子计算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那么可以看到了 它从文案到视频呢 那整个过程真的非常的轻松 我们仅仅只是给了几个提示语 想想看如果平时的话 我们要制作一个这样一个带字幕 带画面的一个视频啊 那你可能要花上好长的时间 但是今天呢 小鱼用这两款工具啊 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非常的快速 就制作出来了这样一个短视频 那有了一个AI工具啊 不仅省时省力了 还能制作出很多视频出来 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创作效率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你可以把你的视频呢发布到一个抖音 或者说一个微信视频号啊 还有一个快手啊 包括一个B站等等平台 那还是去获取一些流量 甚至赚钱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 只是利用一个Chart GPT呢 加一个一帧秒创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Chart GPT呢 和一些AI工具变现的方法之一 如果说你也想制作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短视频的话 那可以去试试啊 那这里我会把链接呢放在描述栏 我们最后可能还要需要操作一步啊 你可以把你的视频呢 如果说不满意要进行一些微调啊 你可以打开一个简映专业版 把你的视频在里面进行一个 简单的优化和处理 那今天呢 小鱼儿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也对AI感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